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短天晚节 腋下之路沿望的追漆漫漫路 你是谁? 怎地会入得了这路府? 昨日睡得慎弛的圆巾下神智还未清醒,只听得冷冷的一声质问 便被人紧紧锁住喉咙 温热的手掐在她的脖梗 完全地腹住,只能感觉自己的颈动脉在鼓鼓跳动着 还未睁眼的她,只当是近日来杂事颇多,郁节烦闷 智着梦眼不断,索性翻了个身,寻找枕边人的慰藉 可这偶臂还未触到一旁的温热,便被人半路拦截 死死地摁住手腕,路易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不但睡得昏死过去,还试图伸手触碰她的身体 自少便洁身自好,未被女人沾染过的路家大公子眉头紧锁 面上全然是嫌弃 贴见一旁被紧紧攥住手腕的女子,竟还顺着手软软地勾住她的手背 心下不免一阵恶心,连带着力度也大了些 将她的手臂摔至床檐边,便飞速起身下床 当初两人成婚时,亲自挑选派人打造的黄花梨床榻 硬着且厚实,且不说寻常简单地磕碰下去,都要红烟一片 这般被人摔着手臂,整个丢过去,筋脉紧磕着骨头 厚重地砸在这黄花梨上,再是不清醒,不警觉 也知,这并非是梦境 啊,痛 圆巾下猛地被腾出一身冷汗 只感觉大脑阵阵昏沉中,像是被人闷头砸了一棒 直至一阵阵的痛感,自手背处源源不断地传来 这才睁开眼睛,倒也不能怪他如此不警觉,只是这近几日来 杂事琐事,直追着他后头赶,撵得他没日没夜的闷头处理 次子皆是迎着星光走,目着晚鹿龟 多亏的自家大人,看不得他成日里 哈起来瞌睡去的,出手相助,这才让他昨日将将睡了个安稳觉 却未想到,还是被痛感惊醒 陆毅是个知青众的人 只不过,方才一时情急下,不顺利到摔中了些 听他的痛呼声,像是疼到极致的忍耐闷哼 心下虽有些懊恼 但仍是冷着脸,下意识地后退了好几步 哥哥,怎么了? 眼睛下正要细细看看自己的手背 一抬眼,便见他衣衫凌乱 只堪堪付住全身,连衣袋都未系上 正一脸默然地站在床边盯着自己 毛子里尽是鲜明晃晃的不善和嫌恶 丝毫不像往日 夫妻虽只短短一年,养人却是小到对方的一言一语 一举一动都稳稳地放着心肩 这下见陆毅远远地离着他 眼睛下心里直发闷,身体快过脑子般 立刻撑着手肘,着急起身去够他 你是谁? 陆毅见床上的女子丝毫不在意自己的伤势 只满脸焦急地要起身 像是无比担心他般,直朝着自己的方向看来 性眼里满满的都是疑虑和心急 我,袁金夏刚下床,还未来得及赶过去 便听到一声质问 当下便亮呛了好几步 满脸的不可置信,所有的回答 担心,质疑都紧在嗓眼口 上下不得,吞吞吐吐了半天,连话都说不全 最终只伸手扶了扶自己的心口 像是自我安慰般地倒腾了口气 随意挥了挥手,驱走心间的不安 这才有些小心翼翼地巴巴干笑 哥哥,大清早的,逗我呢? 我说,你是谁? 路易丝毫未理会,他的一举一动 只烦躁地再次出声 语气冷冷地直击他心窝 一时间两人都哑口无声 路易警惕地看着面前的女子 瘦瘦小小的个子 这一身白色内衫,发丝披散开来 连鞋袜都尚未穿好 光着嫩白的脚丫便踩了过来 满脸心急地站在自己跟前 仰头死死地盯着 连挥动的小手都站立着发抖 更别说哑着喉咙的干笑声 见他伸手,还未触碰到他的脸颊 他便下意识地微扬起头避开 惊吓的手隔着空便僵硬地止住了 相识这么久来 除了先前云吞面瘫接桃花那次 他再也没抬手拒绝过它 这手被红肿流血地直直将在半空中 隔着自己仅仅一寸之巨 那满骨子的血腥味便混着沉吸的新鲜气 像是又勾起了母亲走的那夜的气息 直直地冲着他鼻腔,说不出的恶心 当下便呛着又后退了好些步 抬起衣袖捂住口鼻 皱着眉头,抬眼看向眼前的人 眸子里尽是些闲物 惊吓一时不知 他是闲物自己还是这顺着手背躺下的鲜血 只愣愣地看着他连退了好几步 见他站稳后 双眸仍是死死盯着 他被鲜血浸湿的衣袖口 面上尽是忍耐不住的恶心 这才有些恍然大悟 一即将手背上快要凝合的血液 混乱擦在后腰处 背着手臂,这才朝他轻步走去 哥哥,没事了,没事了 他小心地探过身去 用另一只手顺着他的后背俯下来 满眼的温柔和担忧 路易芳才被扑面而来的血腥气 一时冲昏了脑子 倒也没来得及 在意他的举动 连话语都未听得进去 满心的都是母亲的模样 呼的感觉 背后有人顺着而下地触碰 身子一僵 大脑也清醒了不少 下意识地抓住那人的手腕 拧着便扭到身前来 你是哪里来的 又一次惨遭胁迫的惊吓 还未来得及乎痛 便被拧扭着胳膊 带着整个人都呛在他面前 步伐都未站稳 便要朝眼前人倒去 路易芳下一击 松开他的手腕 悬着身子便侧了过去 见他急杀不住 要朝地面上磕去 倒也留情地伸手 攥住他后腰处的衣衫 堪堪将他拽住 我,我是袁金夏呀 袁金夏再是不愿相信 心里也是猜到了一些 当下便艰难地稳住脚 转身颇为激动地 死死拉住他的手 言语尖满是不可置信 你 你怎么了 我是你的金夏啊 被他死死揪住手的路易 有些恍惚 像是不会抗拒般地 任由着钻紧 手背上未愈合的伤口 又一次崩裂开来 鼓鼓鲜血止不住地 顺着两人的手 四下躺着 一时间粘腻粘腻的血 充斥在手缝纸缝里 路易受不了这满手的血 瞳孔微震了震 像是颇有些不满 只清了清嗓子 便毫不留情地伸手将他扯开来 纵使他握得再紧 也架不住鲜血的怀腻 轻轻松松地就被拨开来 接着便是一句出乎意料 又在他情理之中的冷言 我不认识你 也从未认识什么金夏 路易又失忆了 大洋一脸的震惊 连语气都颇有些讶异 像是不敢相信班佑 原地转圈连连小声念叨了半天 见自家妹子一大早 天色未亮 便急吼吼地敲打门 他在屋内问话个半天 也无人应答 指着院门嘎嘎作响的不停 室友不敲出人 绝不松懈的意味 生怕吵醒身旁浅眠的信 他只得连滚带爬地从床上起来 赶着去开门 可还未瞧个清楚 发得牢骚 就见一袭简陋白山的惊吓 助力在门口 低着头 机械地敲打着院门 还未将他拉进门 大洋只那么不小心 撇上了门边 便见自家大门上 好几大块血红的手印交箱错印着 甚是有点冤民官府深渊的错觉 借着微亮的天色 大洋吻了吻心神 这才看清是他满手的鲜血所致 他失忆了 今夏一进门说完 便呆呆地坐在内屋门槛边 不愿进屋 也不愿处理这满手的血污 随后问他 什么都是简言简语的一个恩字来回应 披散着头发 脸上干干净净 正常的有点一人 没有泪痕 但眸子里也没什么生气 先进屋 大洋急着心 受不得他满手的伤痕 知他降着性子 横竖也不会听自己的 便抬了抬手 半抱半拖地 把他硬生生地扯进了屋内坐下 如此这般的动静 习无浅眠 从敲门开始便一直竖着耳朵的上关膝 也躺不住了 隐隐听见路易失忆的时候 便撂到了敲门的人 这下也心里颇是着急 穿好衣裳便匆匆赶了出来 今夏 怎的了 嗯 还是简简单单 毫无波澜的敷衍回答 今夏像是毫无察觉 语气寡淡 无波无澜 垂眸呆痴正正地 看着自己手心干枯的血痕 趁着掌纹 错综复杂地流淌开来 所以 路易赶你出来的 正在替他包扎伤口的上关膝皱皱眉 还为台眸制止 就听大洋瞅瞅着半天 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这下仿佛才有点反应的圆今夏 抬眼看了过去 眼圈红烟 嘴角戳着苦笑 我也不知他的记忆停在哪 怕他再受刺激 这才 顿了顿 苦涩地开口 这才来着避避 看他天色刚亮 便满身狼狈地赶过来 陆福也不派锦衣卫跟着点 再看看满手的血痕 和挥败的面前 饶是在不该管别人的家务事 大洋仍是 憋不住心中的火 不得已在上关西多次的面色警示下 这才看看压住点 开口仍是带着霹里啪啦的火药味 再失忆也不能伤着你 他这哪是失忆 我看他是 大洋 上关西看他越说越一不住气 怕今夏心里难堪 只得再度开口打断他 去造尖煮点粥来 浑身都冒着火气的大洋在媳妇的暗示下 这才注意到 今夏越发惨白的面色 和无意识嚼紧的手指 根根发白 想必是自己方才的话 又勾起他的心气 这下只置了只袖子 转了个身 就往造坊赶去 免得自己再口无章法 刺激他一番 不喝了 上关姐姐 我得再回去一趟 今夏像是想到了什么 揉了揉红肿的杏妍 只忙着急急地站起身来 朝着院门赶去 他一人在陆府 曾福曾寿 他们都不在呢 哎 今夏 你先等等 上关西见状 眼急手快地拉住他 不急不急 怎么能不急呢 被扯住的今夏 恨不得立马脱身 只可惜耐不住上关的紧钻 愣逃脱不开 只得回身急切地劝说 府里连他熟悉的人都没有 他一定很害怕不安 我 上关硬扯着他 将他紧压着坐下 这才蹲下身来 小心地付住他颤抖发白的手 温言劝导 陆毅再是不熟悉 他也该熟悉这陆府吧 你这班再跑回去 别说不安全 就算你见到陆毅 又该说什么 上关实在是不放心 他现在的状态 不得不拿陆毅来制住他 那 上关姐姐 今夏正怕自己贸然回去 又惊着陆毅 这番江江稳住了他 见他像是犹豫起来 上关心下安稳 这才敢站起身 替他照上暖和的毯子 抬眼温温地看向他 我们先等着 陆毅他只是失意 又没有失智 无甚大碍 昨日受自家陆大人拆遣 帮着六扇门处理些杂事的 陈福陈寿两兄弟 这才目着陈光往府里赶 哥 陈寿忍不住张嘴 打了好几个哈欠 这才狼嚎着尽了尽气 你说 大公子以前可真真是铁面无私 从不只派我们做其他事的 陈寿顿了顿 又仔细着措辞 补充道 特别是六扇门那边的琐事 怎么 你是觉着大公子私事公办 陈福文言倒是测了测头 一本正经地打去自家的碎嘴弟弟 没有 没有 陈寿赶忙缩了缩脑袋 善笑着摆摆手 夫人现在可是六扇门的捕头 他的事就是陆府的事 我们义不容辞 呵 陈福稍稍从鼻腔里出气 抬眼瞥了这个分外擅长插颗打混的弟弟 倒也不免地感慨 不过大公子这样看起来颇有了些人情味 咱们大公子仅存的人情味 可都完完全全放在了夫人身上 陈寿正身薄摇晃 舒展连夜劳累的胳膊 文言直撇了撇嘴 小声嘟囔着 两人一路慢行紧赶地夺置这院中 才寻思到些异常 这陆府一向人丁稀少 无高堂无长辈 平日里自得惯了 除了管家陈伯和几个负责日常杂物的下人丫鬟外 也没个旁人了 府中虽一贯冷清寂静 倒也不至于成天到晚都敞开这个门 大清早的 怎么府门开得这般早 两人不由地警惕地 缩着不朝内看去 远远地 正在院里急着转圈的陈伯 见着两人 着急忙慌地迎了过来 曾兄弟啊 陈伯稍稍站稳 便揪着两只手 面上全是些急出来的汗 顺着脑门直往下滴 不知如何是好的开口 这一大早的 夫人不知怎么的 舅舅急急跑了出去 曾受心思活络 立马猜到 指不定是这屋里的两个小祖宗言语不合 一下吵起来了 随后放松了警惕 松了松身子骨 这才忍不住念叨起来 这得吵得多严重啊 都把咱们一向皮是耐操的夫人 给弃出了家门 这两人自成婚来 平日里可从未吵过架 虽说自家大公子一向欢喜气压他 但皆是小打小闹 助兴罢了 更别提那把圆补头这等神人气出家门 大公子放在心肩上 宠还来不及 又怎的会和他争吵起来 曾福着实担心这两人 情急下都未来得及好好思索一番 也顺着弟弟的思路滑了下去 直直拉住陈伯 便急切地问道 怎的就吵起来了 是啊 夫人人呢 那大人人呢 养人连猪炮的围着人乱问一气 此起彼伏的 陈伯本就急得一头汗 这下更是一句也没听得清楚 哎呀 索性一拍大腿 急急地扯着他们 就往屋内赶去 边小跑边喘着气答 是夫人夺门而出 可这大人压根就没出府门 没出府门 曾受闻言 立马蛇身往回赶 我去追夫人 他虽性子爱胡闹 但是各知轻重的人 这事态的发展趋势 明显不在他的猜测范围内 这边陈伯紧紧拽着层服 直直把他拖到了内屋 我就瞅见夫人跑了出去 大人还在屋里 可这半天也没个想 层服叹着身 正朝内看去 进来 轻轻冷冷的声音 直说案前传来 大人 曾俯小心翼翼地朝里走起 怎么夫人一大清早便 他虽从不爱这冥上案里地 追问自家大公子的家事 可这回一向嘴碎的曾寿 早已出门寻夫人去了 他再是不擅长应付这事 也不得不敢压子上架地 探着脑袋细声询问 什么夫人 陆毅正仔细合对着昨日的案情卷宗 这回只当是曾福与自己瞎胡闹 倒也不甚在意 反倒是语气颇为轻挑 略微抬眼 略过一旁的曾福便开口 不嫌不淡地问 怎么 你这是心有良人了 我心有良人 饶氏在做足了心理准备的曾福 这回也接不住话头 只愣愣地睁个眼睛出了神 这边的陆毅见他仍呆头呆脑地住在远处 丝毫没有往日的精敏劲 心吓到也真疑惑开来 难不成让自己猜了个准头 这平日里 不识风花雪月的层服也开了窍 撕了春起来 当下不由地倾笑出声 似是调侃 寻思着自己平日里管教下属甚是严格 以至于让一项兢兢业业的层服 也面尚为难起来 陆毅不免地放下手中的卷宗 伸过手 拍了拍仍呆立不动的层服 这才话里含笑 层服你可以呀 闷声不作响的 就解决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本以为见自家大公子 言语稳妥 举止自若 想着可能是心血来潮随意 调侃自己罢了 可这会儿看着他指弯着眼眸 面上却是一副讨去的模样 只盯着自己看 层服不免心里倒是直搁登起来 层服 前面的人又像是想起来什么 证证自己的衣冠又理了李袖子 这才微侧过头来 陆府何时添了个不知理的丫鬟 丫鬟 层服文言压下心中的不自在 略顿了顿角 想了片刻这才提醒到 您当初不是说 为了贴身照顾夫 添了个不知理数的丫鬟 陆毅抬手打断 当下面色又是一抹不悦 连带着嗓子也冷清了不少 连我的寝房都进了去 不过说了几句 便气急跑了出去 说吧又像是乐了心事般 无事 走了也甚好 碍言 层服正了正 心下的不安更甚 难不成这两人 是因为府里的丫鬟吵起来的 可这里就两个随时丫鬟 还是大人亲自挑选的 平日里只跟着夫人身后转悠 心性稳妥 怎逼会 层服私及此 一时也管不得陆毅明面上的不耐烦了 只抖着胆子问 大人 莫不是夫人误会了 这才气的 陆毅指了言 一副颇为疑惑的模样 满眼认真的看向层服 似是等着他再度开口 层服这才堪堪缓过来神 在下时说夫人 想着大概是大人一时没听清楚 这才误解了来 层服微微缓了缓 再度清晰地说开来 陆毅想到早上的事 面色又难看起来 扫了眼层服 语气里戴上了明晃晃的不悦 什么夫人 您的夫人 言今下 先去诏语 层服携卧绣春刀 一路跟在后面 心下里五味成杂 这大公子说怪也不怪 言行举止 皆是以往的人 丝毫没什么变化 可要真说这不怪 也是怪 他像是完全把圆巾下 这个人从记忆里踢除了般 连个痕迹都寻不到 湿气深重的烟渣地界 层层的青苔 厚扑在台阶上 顺着残留的血丝迹 烂颜质下 滴滴答答的倒也分不清 是水气还是血滴 越往下走 血腥味越是浓重 连人的声音声的咒降了不少 像是痛到极致的微弱稀气 连一丝波澜都经不起 陆毅只抬手 微微遮了遮衣袖 便脚不停歇地往下赶去 昨日的招了眉 严谨一该地轻声传来 层服暂先安纳下心中的不安 老老实实地回道 陆毅把玩这心尽的刑具 夺步迈了过去 微微偏了头 鱼光寒若冰凿 后头便有锦衣卫会议 一盆冰水朝着暗饭便泼了过去 连唇都喂起 陆毅微微侧身 左右手和握住刀柄 稍稍用力 刀尖便直扎进大腿筋骨上 经历此番来回折磨的暗饭 顿时便进了声 眼里刹那间 弥漫着浓浓的恐惧 还未张口认罪 只见那刀柄 在沾染了血色的手指操控下 上下滑动着 骨头深处 传来颤人心魂的滑拉声 筋脉在刀尖下斜晃 抽筋包皮般 身骨入水的疼痛 扑面而来 路易面上而波澜不惊 眼皮都未抬 右手却又很下力度 慢慢旋转着刀身 浸出来的血肉 绕着刀身翻滚而上 此起彼伏 像是在舔市刀柄的火焰 身后的锦衣卫 皆愣正着僵直了背 像是有所察觉的侧目 看向层幅 虽说锦衣卫很利 已是世人所言的事实 但大人此番这般的刑讯手法 却实是不像现今的陆千世 倒像极了那时 刚刚晋升为锦衣卫经历的陆毅 很利且冷情 招 我招 毫无生气的声音声响起 似有若无 但在这一方狭鼻地儿 却显得格外清晰 微微颤动的手指 正勉勉强强地 试图勾出到陆毅的指尖 只见余光一领 陆毅变猛地拔出来 混着周身的冷血气 泥烂的血肉横飞 血滴直见脸颊 大人 帕子 层服忙不迭地地上那方手帕 这可是自家夫人亲手缝制的 大人每次擦完都会交还给她 清洗再用 陆毅之手接过 浑身的力气还翻腾着 慢条丝里地 清理着指甲内侧缝里 不甚沾染上的血肉 擦拭完脸上的血污 才道 走吧 陈福还愣在这等陆毅 递还帕子 可迟迟都没有接到 却倒是等来了大人的催促 想着大人 怕不是忘了这茬 不得小步地紧跟在后头 追着问 大人 帕子呢 方才那帕子 陆毅稳步朝前赶着 见陈福朝他讨要 这不知名的帕子 反倒是停下脚步 若有所思片刻才到 扔在那了 陆大人又失忆了 纯兽来来回回地念刀来念刀去 都快把大阳家的院里的青石砖给踏平了 我怎么知道 从灶间出来的大阳仍是 一股子火气往外滋 这回见着陆毅的贴身锦衣卫 在自己跟前 转着身子打旋 绕得他头昏眼花 心下更是一股无名火 暗都暗不下来 翠声道 何止失忆 我看还失了心 又朝着一旁默不作声的惊吓女奴嘴 你看看那首 大阳 上官忍不住出声喝止 我们得先想想办法才是 纯兽 我们回去 许久不出声的惊吓 此时到站起身来 指着面色苍白 又紧着些笑脸安慰他们 夫人 这 纯兽触及他满脸的疲惫 心下忍不住劝阻道 要不我先 惊吓摇头 打断他 深吸了口气 这才细皮笑脸道 不过是失忆罢了 下也我有的是惊艳 陆福 夫人 要不先上点金疮药 曾受见他回来后 仍旧呆呆地 站在院子的桃花树下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心下着急 怕他过于担心 只得小声出口 打断他的思绪 无事 先放那儿吧 今下勉强地凑起笑 哑着嗓子硬道 却只回身看了眼 便又抬起袖子遮着眼 仰头看着这满树的桃花 曾受实在是替自家大公子愧疚 还要再劝 却见两人将将进了门 今下自然也听见这动静 回身看过去 醒目的大红飞于蟒袍 妖术卵带 配袖春刀 脚步微玄 便来到他跟前站定 指着俊秀的面容上 却满是不耐 眼皮都未抬 朝着他 却微侧过头 是一身后的层幅 你说 他是我的夫人 话虽是个疑问 可语气里明摆着的是不屑和冷斥 路易抬眼 上上下下扫过略微狼狈的惊吓 瞧着他肩头跌落的桃花瓣 想到床子间 心下懊恼 更是觉得厌烦 我路易从未婚配 何来的夫人 这样的路易 他不是没有见过 少几年 他也曾在那草府 带着一众的锦衣侍卫 手握袖春刀 站在他面前 目光冷冷地盯着他 可那时 仅仅是森森冷意 却没有任何厌烦 大人 曾受 尚未反应过来 道先耐不住 性子插嘴 生怕大人日后想起来这番话 反倒 追责他的罪过 惊吓上前 一直以为他是失忆 更多的是心急 担心他罢了 从未考虑到自己的脸面 可现今看他句句 像是独独针对自己般 不由地脚步略智 只证然地看着他 眸里的不耐和嫌恶 心下酸涩 一时间 所有的羞愤席卷开来 淹没他全部的理智 站直了身 他为汗手 眼住红烟的杏颜 抬手作衣 声音清朗道 大人确实尚未婚配 他的声音又脆又亮 丝毫听不出任何的 沙哑和难耐 指着 尚未婚配 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 却难挨地压在他心间 喘不上气 夫人 夫人 见今夏掉转身子 就往回走 曾受急得快跳脚 回头 却见自家大公子 仍是不动声色地站在原处 眉头紧缩 一时也搞不清 这到底是失了意 还是单单的气化 只得追着原今夏后头 紧赶慢赶 明明开始连呼吸都急促起来 却还是压着嗓子 清清朗朗地降着性子 就连一顺红艳起来的眸子 都避着他 嘴角微翘 汗手挺胸地坐一回他 不卑不亢 陆毅住在原地 这才缓过来神 疲惫地捏了捏眉尖 压下心中莫名的情绪 似是轻声地询问道 他真是我夫人 千真万确 您的夫人 袁金夏 这番急着 跑开的袁金夏 小脸杖的通红 苍白中硬生生地 添上了抹血色 呛着冷风 一路小跑 只顾蒙着脑袋 喉咙实在是阻得他发痛 这才将将停下来 喘了好几口气 按捺着压下 翻涌直上的难堪 夫人 您这是去哪 岑瘦也不敢追得太紧 只得紧一步 慢一朵地跟着他 可这稍微不留神的阔 就见袁金夏 怒气冲冲地 迎头跑进寝屋 再然后就大包小包地 跨着肩 声拉硬拽地 拖着出了门 步伐又快又稳 满满的都是 六扇门捕头的风范 丝毫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这 夫人 别啊 岑瘦眼见着拉不住人 只得跟后面死活赖着不放手 头一次长着胆 紧紧攥住前面人的衣袖不放 这要放了手 可还了的 不说自家这大公子回过神来 能给他生吞活剥了 要是夫人这般出门 真遇到了点什么事 把他活生生喂给路易 都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袁金夏本身就跨着颇重的包袱 身后再拖着个厚实耐缠的锦衣卫 任他再怎么施展功夫 都摆脱不开 情急之下 反倒施过了力 被层兽硬扯着 跌退了好些步 放开 本就抑着一肚子气的袁金夏 满心满眼都是 方才路易看他的眼神 别说理智了 就连面上的羞愤都耐不住 不光是路易 他现在连和路易有关的任何人都不想见 更别提他那两个贴身的锦衣卫 更容易让他心底烦躁 许久未见过夫人 发过这般火气的层兽 被指吼着 愣在了圆处 眼睁睁地看着他 夫人您去哪您 倒是说一声啊 反应甚快的层幅 忙不迭追着后面问 虽说是拦不住人 但好歹 也能知晓个去向 也能算戴罪立功不是 要你管 袁金夏正打着机会甩开他 哪能说实话 丢下一句 便挟着大包小包头也不回地窜出府门 得 别说戴罪立功了 这回 他怕是戴罪立罪了 大人您看 层幅一落江书信 杂七杂八的小玩意儿 一股脑堆在他面前 示意他翻看 路易侧过身 微避开翻滚的细小尘土 皱着眉 等层幅放置完毕 这才斟酌片刻 或有些不情愿地矮下身 却只细细看着那些 不知从他书房哪个嘎拉脚里 翻出的杂七杂八来 手仍安然地放在膝盖上 丝毫没有翻动的欲望 层幅自小半他长大 哪能不知道 自家大公子的那些个小脾袭 当下也只得微叹了气 俯下身 打开有些发黄 但却保存完好的信封 在他面前正正地摊开来 您之前从不让我们碰这些的 都是自己亲手整理存放的 完整摊开的信 面上虽微微发黄 但里面却是完整如心 别说自己毫无损毁的痕迹 细细嗅来 还能闻到残存墨汁淡淡的清香 这是用保存重案计时的方法存的 路易只见微微掠过一遍书信 便有些了然 是啊 大人 曾俯矮着身 挨个地替他展开那些书信 您说过的 这是对您来说最重要的书信 最重要的书信 指负细细地掠过那些墨汁饱满的字迹 有的捐秀 有的却稍显狂放 两种字迹交相印错 明显的是个对信 通篇都是些思念的口吻 自寒春至暖冬 从夫君到夫人 路易细细翻阅开来 其中一对 净满满的都是他的手记 可这上面的内容 他再也想不起来分毫 这个惊吓 指尖一路滑至最底的字迹 迎头小凯 不似通天的狂放字迹 反倒是显得格格不入 一笔一纳极其工整 像是蕴满了心底难得的温柔和耐心 路易摸缩了片刻才沉生道 是他吗 原惊下 这香气急败坏下 急奔了出去 义务也都是随随便便收拾了几样 几乎就带走了他在陆府所有的东西 前几年因着那些个世仇 路易顺便把自己送进了赵羽 给他赔罪 为了救他出来 不说那些辛辛苦苦暂存的嫁妆钱 连着他好几年的俸禄 和撕缆下的银两 全都拿来给他疏通打理了 而成婚后 路易好吃好喝地供着 宠着他 别说出门游乐的花销 就连陆府所有的银两 都存在了他的小金库里 这般风浴富足 圆补头自然没存的私钱的想法 以至于这次契级出门 兜里干瘪瘪的 连个富足的油水都流不出 自己的娘家是绝不能去 都说姑娘家嫁出去 能回趟家避避委屈 但他要是回去 只不定先给自己娘亲派出去卖豆腐 再然后被打发打发 就送回陆府 这要是真告诉他实情 又会惹得他泪水连连 自己心里也不痛快 大阳家也不能去 指不定他这脾气 能不顾脑子冲到陆府 先把陆一往死里揍 揍不揍得着 先另当别论 就怕日后这大阳回过神来 受不了内心的煎熬 再心切切地主动把他供出去 给陆大人赔罪 六扇门当然也万万不可去 别说曾受这机灵禁 能逮住他再拖着不放 就连六扇门那些个大老爷们 都能屈服在锦衣卫的淫威下 毫不犹豫 把他这个捕头 往北政府私里扔 眼睛下斜着大包小包 抹了抹红通通的眼睛 吸吸鼻子 想了半天 都没找到个藏身之所 心下憋屈 又只得颇为愁苦的满大街乱晃 六扇门的捕头 混到现在连个不惧路易淫威 死心塌地 跟着他的小随从都找不到 真是太过挫败 袁大虾 袁大虾 谢 谢媛媛 谢霄自从去年来的京城 就目睹着陆毅惊下两人的成婚 心下隐隐约约颇受些刺激 像是自己辛辛苦苦看着的小白菜秧 被京城土生土长得猪拱了般 甭管这白菜秧 是不是主动自愿的 在他看来 都像是受陆毅这小子 花言巧语胁迫 提起来他就心头隐隐作痛 这回借着去看看师姐的机会 顺便来这陆府见见袁大虾 起料在这街上就给他碰见了 瘦瘦小小的身体 斜垮着包袱 时不时踢踏着路边的小碎石 不像是印象里英姿飒爽的袁大虾 要不是他眼尖 试探着喊了声 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个流浪的小丫头骗子 袁金下吸了吸鼻子 将受伤的手悄悄地掩在身后 这才凑足了笑脸 迎过去 呀 谢圆圆 好久不见 你怎么接来京城了 谢霄再是孩子心性 那也是个乌安邦邦主 现如今 帮那大小事情皆归他管 如此这般操练下来 见人实面的能力也是见长 这方只远远地见他步伐紊乱 心下就不免一咯噔 带他转过身来 更像是印证了般 小脸苍白地堆着笑 整个眼圈却红艳艳的水光一片 一看就是受了足了欺负 网渡李燕的委屈模样 这般的委屈脸 谢霄只见过一次 还是前年陆毅被收押进赵宇 他一人 携着满满一包崭新的金银首饰 和俸禄银两 苦苦等在赵宇口 却得知陆毅死活不愿见他 算了 先来我这客栈一些 好酒好肉 再与你细细说来 谢霄只他性子烈 此番道也没多加细问 只把他的包袱 往自己肩上一搭 就拽着他来到了一旁的酒楼 来 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袁金夏甩开一旁的琐碎心绪 略显粗鲁的撸了撸衣袖 抬脚就跨上了一旁的凳子 嘎吱作响 夏野我好久都没这么爽快了 袁大虾 谢霄只他心情差 但见他这从嗓眼口咕噜咕噜倒下去的酒 就跟牛云水般 连个吞咽的响声都没有 一个劲的都泼进了他腹枪 这哪是借酒消愁 这简直是拿酒泡伤口 瞧着眼泪一个劲的直往外滋 慢些喝 慢些喝 实在是怕他这般莽撞伤了胃 隔天醒来 估计又吐又晕的 谢霄不得已伸手拦下他手中的酒 借着身高的优势 高举起来 生怕他又站上 凳子抢夺 你说 袁金夏晕乎乎地晃悠着的脑袋 摇摆着就要起身 这婚姻 是不是都有什么倦怠期啊 谢霄怕他一脚踩空摔下楼去 只得须须拦住他的衣袖 文言倒是正了正 什么倦怠期 哦 忘了 你还未成婚呢 哪里知道 金夏仰着头哥哥傻笑 抬手就甩开他 摇摇晃晃地往外磕去 上半身紧密岩石地 踏在阁楼一旁的栏杆上 迎着风 倒是什么也不说 只正正地看着远方 眸子里散淡无光 不知在看些什么 不甚被袁大虾嘲笑了的谢帮主 心里一阵难过心塞 找不到心仪的姑娘 也不能全怨他不是 乌安邦那么些杂事 不得都要他一人打理 哪来的时间找合适的姑娘家 哪像陆毅 一手抓事业 一手不忘抓媳妇 等等 陆毅 反射胡来来回回 闪了半天的谢霄 这才秀出些不对劲 按理说 袁大虾从小精明强干 受着伤都是自己一声不吭地压下去 什么事能让他委屈成这样 再者 换句话说 除了陆毅 哪个人能让他伤心成这服母样 是了 陆毅 谢霄肚里的火 顿时就蹭蹭地冒了上来 想当初这两人成婚 见陆毅这小子 还算体贴照顾他 他谢霄这才彻底安心地 放下这小心思 没想到 成婚才短短一年 他陆毅就敢原形毕露了 思极此 谢帮主越发火冒三丈 扯着嗓子就叫起来 袁大虾 是不是陆毅那臭小子 欺负你了 先前的帕子 也是 陆毅思量片刻 顿了顿 像是难以启齿般 启春 惊吓的 他丢了和他全部的记忆 这会真真是说不来 那些个平日里亲密的称呼 只得撇着书信上的名 挨个念来 层服正急着 不知该如何说服自家大公子 这会 帕子倒是猛地提醒了他 忙不迭地从胸前掏出那方手帕 避着上面残余的血迹 细细地给他揭开来 指着右下角秀上去的小小的字 顺势激动道 大人 您看 陆毅探手接了过去 端向片刻 白镜的帕子上 沾染了先前自己擦拭流下的血迹 混着肇域潮湿的泥土腥气 斑驳交错处最底下 仍然能仔细地变出今夏二字 指着自前大后小 尤其是夏字 歪歪扭扭 看起来不像出自一个人的手笔 他秀的 陆毅心下皱了皱眉 这秀公道也 算是 陈毅也不知该如何揭枪 本以为自家大公子 见了这就信了 怎奈他还追着盘问下去 陆毅醋眉 一时没听懂 抬眼看向他示意 陈毅颇为紧张地站直了身 面上一片纠结 平日里说说倒无妨 可眼下大公子失忆的关头 怕是也不便刺激到他 可看着陆毅越发眯起的眸子 陈毅塞缩着 躲过他的视线 只得清了清嗓子 后头的夏字 是您秀的 当初夫人生辰 您特地和夫人一起 陆毅连听都没听得全呼 盲抬手制止 脚步晾翘了好几下 紧了紧喉咙 面上一抹潮红堪堪附了上来 也没顾着 便甚是俱傲的抬眼看过去 点了点后头 尤为扭曲的夏字 这次秀的确实不错 陈毅见他面上像是颇为得意 忍不住小声提醒道 可夫人贤面秀的 斟酌了用词才道 不大合适 这才丢给了您 陆毅咬了咬牙 一把将帕子攥紧在手中 摆摆手 显然是不再想提这事 大人 您真的不记得夫人了吗 陈毅知他心里颇为羞愤 立马转移话题 出言打断 陆毅却只摇了摇头 正正地看着书信 某里云莫翻滚 可半天却也未坑个声 只将信重新塞回信封内 一落一落的细细归放好 不记得 但却感觉有些许异样 什么异样 陈毅紧追不放 是要逼问出些话来 他哭得很奇怪 陆毅道也不瞒着 略意思索 便完完整整地说出自己所察觉的异样 像是受了很大委屈 陈毅原本殷切地指望着 自家大公子能吐出些什么关键线索 可见他只皱着眉 关心着人家是不是受了委屈 别说自家皮式的夫人了 就他那番 我陆毅从未婚配的话放出去 搁谁家姑娘 不像受了委屈 起码都开口 拖他一脸痛落心子了 像自家夫人那般 紧紧摔个眉 就先放过他的 真真是找不出第二个来 陆毅见他的手下 面容略显扭曲 估摸着心里正指不定怎么一塌 倒也不制止 只瞥了一眼 就把心思放回地上堆放着的各种小玩意 这些都是什么 陆毅接着翻起那些 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小玩意 这回不用层服给他提前拿来 他自个矮下身子 屈着只腿 倒也不嫌弃 只伸手把玩着 都是以前大人 您公务出差时 给夫人搜罗来的一些零碎小玩意儿 层服依依指着介绍下来 这风筝是您前些时候去镇江府带回的 说是夫人喜欢这个 您逛了一整个夜市才买到的 那个木雕是您很久之前去苏州府办公务时 托人带回的 要是这些介绍下来 能让自家大公子勾起些什么记忆 倒也是挺受用的 层服见他埋着头 细细地端向查看 心里稍稍宽慰下来 索性手不停歇 忙着把以前大人和夫人有关的物品 都通通给搬了下来 这个呢 路易一眼就扫到了最上头放着的大红剪纸 被一整块厚厚的玻璃 齐整整压着 倒是保留了红艳的光泽 丝毫没有破损 层服文言探过身来 见他盯上了这个红彤彤的剪纸 心下疑虑 这大人可从未和自己说过这个 他细看了半天 都未变得出来 才道 这个简直我只知道 是大人 您很早就收存的 但您从未提过 我看不出这是个什么 不过夫人一定知晓 路易投也未抬 纸细细地隔着玻璃 顺着剪纸的纹理 一路笔划来去 为何他一定知晓 因为是从这上方的柜里搬下来的 层服接着话头 抬手就指了指 紧贴墙壁一方 镂空的方柜 您说过 这里面放的都是夫人的东西 路易指淡淡地点了头 勾着线条游走了一会 就放在一旁 嘴角似有隐隐勾起的笑 大人 这究竟剪的是个什么东西 这红彤彤的一大片剪纸 里头好几道错综复杂的漏客 剪法粗糙 他看了半天都未明晓 层服实在是耐不住好奇 又见一旁的人嘴角戳起笑意 更是疑惑 似于又似昆 路易细细抹去上边拐角处 有些积压的陈辉 将它稳稳地放在一旁 这才起着身 清朗道 是飞鱼 飞鱼 路易倒也不明说 只慢条丝里地抖了抖 阴躯身上酒 而有些褶皱的大红飞鱼蟒 颇有些难言的得意 大人 您去哪 寻人去 大人 您记起夫人了吗 上尉 那您寻什么人啊 追人不行吗 跟着层服的指引 两人挨个从六扇门找起 见两人一身锦衣卫的装束 别提什么隐瞒不报了 六扇门里头的大大小小捕块 立马搜了一番 翻了个底朝天 都没翻找出自家捕头 这才愁眉苦脸地出门来回应 陆大人 我们捕头却是皆都没来过着 陆毅背着个手 闻言倒是不急不慢地躲步 六扇门的小捕块哪里赶来 盲点头哈腰地随着 生怕怠慢了这位陆大爷 陆毅倒是丝毫不在意 醒目的大红飞鱼袍 悬着就迈了进去 大人 咱们这身关伏进六扇门 怕是不大合规矩 怕什么 陆毅斜眼看了过去 脚步却丝毫未顿 不是说她是我夫人吗 怎么来夫人这寻寻都不行 行 陈福未回话 旁边茶颜观色的小捕块 回得倒是迅速 擦擦额迹的冷汗 陪着笑 陈福 这边阁楼上 春日翘寒 冷风嗖嗖吹 喝了一下午的酒 惊吓得胃里 连个垫巴的食物都没有 得亏谢霄给她温了一下午的酒 不然 指不定就开始叫唤着肚子痛了 惊吓 惊吓醒醒 谢霄见她完全地昏死在桌上 这天色已晚 只得把她拍打醒 眼圈上的红肿未退 这像又印上了桌上的木雕纹 睁着个杏眼 望向她 清清冷冷的 像是连片刻醉意都没有 我们要回去了 这天色都 不回陆府 她猛地起身 掀开谢霄 一头朝着旁的柱子就抱了过去 死活不撒手 只顾着给她拿包袱的谢霄 压根没反应过去 就差点被先下楼去 得亏自己人高马大 借着柱子挡了下缓冲力 这才没连人带包袱的滚下楼梯 好 不回 不回那个臭陆府 谢霄忙不迭地背紧包袱 隔着衣袖 须掐住她的手腕 生怕她再冲撞到哪 小声附和着 乃回大洋家好不好 她本就不愿 将她再送回那陆府兽 这些窝囊气 要不是下午惊吓死死拉住她 不惜与绝交相逼 她早就冲到那陆府 给她讨要公道去了 真当她娘家 没人给她撑场子是吧 谢霄 上官听着声 迎了过来 许久未见的师弟 站在她面前 还未来得及惊喜 便疑惑出声 怎么惊吓和你在 师姐先别说了 让她先躺回床上 从酒楼出来 谢霄见她连路都走不稳妥 只摇摇晃晃地 左三步右三步地 嘴里念叨着不停 只得一路背着她 紧赶慢赶地朝大洋那去 大洋 快 惊吓回来了 上官给谢霄称 着力往屋内隐去 不忘提醒 从早上就满街小巷转的大洋 这方正和岑寿 急着在院子里 夺步的大洋闻声 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差点没和一旁冲出去的岑寿 撞个满怀 岑寿早间 只稍稍稍差了一步 就没寻着夫人的踪迹 转悠来转悠去 倒是在街上 堪堪碰见一脸怒容的杨岳 在这街骨眼上 杨岳见她 仿佛就见着了仇人般 一股脑地攥紧她衣巾 恨不得把她往死里揍 你们家陆毅呢 得亏她少有减醋地说了一番 特别是漏掉自家大人 说的那些个魂话 大洋这才将将放过她 先让我进去 两人一听惊吓回来了 都看看挤在内屋门口 进不去出不来的 大洋心里急着惊吓 更是蛮着力往前冲 而被挤在一旁的岑寿耳间 一听谢霄来了 立马提高警惕 撇着力往前进 谢霄这家伙来了 可还得了 那可是他们陆府的 头号通缉人物 夫人有时不经意提她一提 大人那脸色 立马像是浸在了醋坛子里般 黑曲曲的 能酸臭一天 瞧着自家妹子 喝得稀里糊涂的摊在床上 虽是说这眸子里 看着倒是神采奕奕 可细细地纠察了去 竟是直直出神 扒着自个的手链 也不知道在看些什么 这站着的 除了上官一人 其余皆是男性 自视不变照料 反倒是这几人 一直在这叙叙叨叨地 争个底朝天 要不是你们家陆毅 他能这般 喝得伶仃大醉吗 大阳先发之人 美好气地呛声过去 就是 谢霄跟着后面 霹里拍拉一通埋怨 指尖都快点到 曾寿的脑门 愤愤道 我看这陆家 没一个好东西 曾寿自知理亏 倒也安安稳稳地 微低着个头 连抵到自己脑门的手 都视若不见 片刻才抬头小声提醒 可 夫人现在也是陆家人 你 谢霄被噎得上不去下不来 愤恨地咬着牙 手舞足蹈甚是不满 我不管陆一这小子 是假装失忆 还是怎么着 反正这笔账 就先撂下了 谢霄 上官出言赫止 他这个师弟 偏偏爱管人家的事 窜着个脑袋往上顶 生怕无风不齐浪 你们都给我出去 让他好好休息 几人这才将将止住气 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走 这边上 寻了他一天的两人 颇有些疲惫 从六扇门找起 一路寻着 到了原城市家内 别说原捕头人影了 就连他的踪迹都没发现 只除了进一步加深了 自家大人的记忆 压根就无所获 大人 咱们这都快寻着一天了 几个地找下来 层服耐不住性子 要不要派其他弟兄去找找 夫人正 大人 您倒是拿个主意啊 夫人可从未离家这么长时间 层服按捺不住了 这层寿半天也没回来这个声 刘他们两人 在这满大街乱找一气 路易双手抱胸 住在一旁 丝毫不及 唇边含着笑 朝着前方点了点 这不来了吗 大人 岑寿一路小跑来 连口气都来不及喘 呛着声 夫人 夫人在杨家 路易慢条思理地带他说完 也未发话 岑寿传了老半天的气 这才缓过来 却见自家大公子 浩正与依侠的站在原处不动 大人 我说 大陆啊 路易凉凉地瞥了他一眼 等你传老半天气了 大人不是还未寄起夫人吗 他说寄不起来 也要先找着 惊吓 上官是个细心人 替他宽着些衣袖 便挨在旁边候着 见他当下躺在床上捂着小腹 难耐不安地翻身 面上潮红一片 喊也喊不行 只喃喃地 像是念叨着什么 富尔过去 只听见满声的大人 连个不停歇 惊吓 醒醒 上官心下酸涩 伸手抚过他的额迹 冰冷冷的触感 滚落下的冷汗 沾着边的发丝 一根根地粘在脖梗处 你 你还敢来 谢霄一抬眼 见着面前的人 紧握绣春刀 连眼都没正瞅他 只刻意地斜撇过身 就直挺挺地 朝屋内走去 我说岑寿 谢霄眼几手快拦下他 打亮着前面人的背影 片刻道 他这没事意啊 看我的眼神 还是一样闲恶呢 可能是你之前 太让他闲恶了 岑寿老老实实地回他 连失忆了都没能忘记你 你 谢霄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文言一愣 接着眉毛 就竖了起来 谁让他记着我呀 他倒好 忘了惊吓了 陆毅抬脚迈进来的时候 就见早上的 那个绝匠姑娘 躺在床上 满脸的汗值往下滴 翻滚着 脸枕上的垫子 都被进了个透湿 他 陆毅哑了声 眸中不知怎滴 起了一片朦朦胧胧的水雾 思索片刻 才斟酌到 他怎么了 上官早些便知他失忆的事 当下也不奇怪 只神色偏冷地盯着他 强压下心中的不满 连话头都未接 直到 我去叫医生 他疼得有些受不住 丢下话 便强拽着身后的层幅出了门 只留两人在房内 陆毅正正地侧头坐在床边 盯着眼前的人 他疼得似乎快失去知觉 浑身的酒气弥漫着 可眼睛却还无量地看着他 也不说话 就静静地看着他傻笑 像被猛掐了一把心头肉 陆毅下意识地 拂过他层层冷汗的额头 替他揉捏着一旁的太阳穴 缓解疼痛 动作轻柔熟忍 像是做过很多次般 你为什么不理我 床上的人起唇轻声地问 陆毅心下莫名地一阵乱麻 搅得他心肺都疼 闷哼着出声 却在他发间轻轻磨缩 我突然忘了你 毫无犹豫般 他看着那双红艳艳的杏眼 心头堵塞 便妥协告知他全部的实情 在这双眼睛面前 他像是从未舍得隐瞒任何 今下此刻 被疼痛折磨的大脑发昏 只觉得腹部一阵阵地刺痛袭来 却仍然强撑着大脑仅存的意识 细细地看着面前人的 微醋的眉眼 一字一句 认认真真的告诉他 陆毅 我信你 你们大人 怎么这般不注意 坐在床檐把着卖的老大夫 一连眉头紧锁 抬眼甚是严格地 将一旁的陆毅 看了个好几遍 瞅着也是个一官半职 怎么连自己媳妇怀孕都不知晓 怀 怀孕 别说陆毅了 一屋子的人都快正在当场 谢霄面上先是一喜 接着点着脚肌身 就要凑过去细细查看 陆毅一袖子 毫不客气地从他脸上挥过 直探着身子 就凑近了大夫 压下嗓尖的意外 和难言的惊喜 道 晚辈鲁莽 净丝毫不知 敢问我夫人身怀几愿 老大夫本就是个郊外的乡野大夫 也不知这京城里头的繁文入节 见眼前的年轻人 态度恳切 道也为多家责备 只起身开了富耀方道 致喜卖一月有余 这姑娘 近日可有试睡的迹象 陆毅本就失了意 这下道也达不出个什么 面色颇为纠结 曾受此刻道窜着出声 有啊 我们家夫人近日来试睡无力 延门中事务 都是我们家大公子 只派我们前去 老大夫文言 道是面色颇善 赞许般汉手道 这姑娘近日过于劳累 又是神色焦虑 感染风寒 往后可要细心照料才是 是 多谢大夫提醒 陆毅静静地看着昏睡过去的人 面上还带着些酒最后的坨红 艳艳的 唇色倒显得不是那般苍白 却干烈烈地开了细小的纹 仿若裂在她的心壶 这药间好了 谢霄端着药 透过门缝 见陆毅正微微低头 朝着床上的人探过身去 索性连门都没未敲 伸出左脚就顶开 侧着伸挤过去 直冲着 咄咄逼人道 你干什么呢 陆毅眼皮都未抬 丝毫不管 一旁急得快跳脚的人 反倒是两手撑在床边 弯着腰 谢霄将额头抵在她额间 细细地温了片刻 才抬着右手 戴然道 要给我 你都失忆了 你碰她干嘛呢 虽说这两人 是正正经经的夫妻 可谢霄还是气不过 她这般对待袁大虾 连语气都冲了好些 又躲着 将要往后端了端 她可没忘下 吴袁大虾那副凄惨模样 从未那般伤神 拿酒进伤口 不要命地往下灌 这会记下来 陆毅总算看向她 直着眼神冰冰凉凉 鞋瞟着过了她全身 语气阴郁 又重复了一遍 要给我 谢霄从未这般胆肥 将要往往后 又偷偷塞了好许 挺着胸脯 面红脖子粗的是要讨回公道 你都不记得她是谁 有什么资格喂 本就面沉如水的人 这回脸色更是难看 不堪其烦地皱了皱眉头 连话都未回 直起身 慢条丝里地朝她步步夺来 被握紧的绣春刀柄 刮蹭着这腰间的鸾带 微微地发着声响 像是等不及地破窍而出 泄霄耳间 听着这声 就想下意识地往后缩 一想起袁大虾 便硬生生地止住了脚步 等着她迈过来 就算我不记得 她也是我的夫人 陆毅在她眼前站定 抬起眼帘 面如冰雕 语气寡淡又添了句 我的夫人又和你有何关系 说吧 扫了眼面前人的小腿 正止不住地抽动 连带着身后的药碗 都有些许晃动 陆毅手快 微侧着身 就稳稳地将其端在手上 嘴角含着讽笑 药还是给我吧 都撒完了 可要再见一次 谢霄见她远离开自己 这才大喘着气 舒缓紧张 可这小腿柱 磕磕颤颤地抖 却一时平息不了 心下羞愤 不得不跺脚缓着 拍着大腿根 懊恼无比 床上的人像是 有些胃寒 身子抖个不停 手冰冰凉凉的 就扯住陆毅 杨毅顺着肌肤浸入内里 可表温却还是热得发汗 只喃喃着 却也听不清 陆毅温了会她的手 轻抚下身 斜握住圆润的肩头 将她虚揽在自己怀里 递着药丸 往她唇上凑 可人神志迷糊 别说吞咽 连起唇都破费些气力 要直接顺着下颌 滴落在胸前 倒是没一滴流进她嘴里 反倒是身子拧着个不停 也不知是躁热还是湿寒 很快陆毅就感觉她后背冷静静的 连内衫都湿了个透 谢霄在一旁虽不敢靠前 但也是着急地绞紧了手 见要一滴也没喂进去 此时忍不住地地了一嘴 笨 你倒是对嘴喂她呀 说完抖了抖 又往后瑟缩着步伐 轻可掩饰 大抵是她喊得过于顺口 陆毅倒是顿了顿 一眼叹揪了会 正要端起药碗 含着口朝她度去 起料怀里的人 倒是睁开了迷迷邓邓的性眼 细细地盯着 她要凑过来的脸 反倒是一掌推开 身子摇摇晃晃的 鞋椅在床栏边撑着 陆毅毫无防备 被猛地一推 堪堪地跌坐回床檐 鞋卧的绣春刀 刻在厚实的板上 发出沉闷的碰撞声 在本世寂静的屋内 显得格外刺耳突兀 连谢霄都正愣着 望了上前 你 陆毅当她烧得有些糊涂 一时失了力 倒也未多询问 便又朝着她凑过来 想要扶她起来 你慢些 这人烧到一定时刻 总有些时候特别清醒 阵阵地疼痛自腹中袭来 她只凑手过去看看五柱 便艰难地弯着腰 躲开陆毅伸过来的手 拒绝的意味明显的 不麻烦陆大人了 还是不卑不亢的语气 直里头掠杂了些痛苦的稀气 疏离而客套 陆毅倒是未想到这出 手臂还僵在空中 僵僵错过她 斜撇在一旁 静默着 有些色然 不是信我吗 惊吓似笑非笑 倒也不看她 只呛着声 陆大人好记性 这话倒是记得清楚 又轻喘着气 抬手挡开她横斜不动的臂 烦劳陆大人让开 你怀了孩子 陆毅将直着手臂 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只细细地看着她的眉眼 目光颇有些复杂 惊吓只当自己近日来昏昏沉沉 瞌睡繁杂 想必是累着了 休息片刻便好 可从未往着上面 这下面上倒是一阵 杏妍有些不可思议地 看向自己的腹部 愣了一瞬 懵懵懂懂地低着头 右手细细地附上去 连方才冷翅的眉眼 都缓和了不少 毕竟是自己的夫人 陆毅想着她此刻 应是颇有些欣慰 轻渴两声 缓缓矮下身 微抬头望着她 嘴角有些叹息 像是宠孩童般 为了孩子 也要照顾自己 惊吓望着她 虽语气温和 眉眼间却是她满满的陌生 不知怎滴 就透着点滴寒意 让她瞧也瞧不透 索性深吸了口气 率先开口道 陆大人可从未婚配 哪来的孩子 是卑职唐突了 知她定生着自己的气 陆毅心底微微地颤抖 急急吸了两口气 血气一阵阵地翻涌 却也说不出任何话来解释 心痛的难耐 也只是攥紧了拳头又松开 先把药喝了 惊吓恨她明明心底清楚 却仍绕过自己的敷衍 不带她搅着勺 将药碗递过来 她脸了脸满目的苍凉和痛楚 骤然起身 抢过药碗 也不顾着温度 仰着头便灌了满嗓 远处正发呆看着的谢霄 知那刚煎熬好的浓黑药汁有多烫 连端着此碗 都是屈其指腹 碗着婉颜 这回功夫哪来的时间 用勺子搅拌散热 自然是滚烫得难以下咽 正忙不迭换到 惊吓 就眼见着她咕咚咕咚 直直咽了下去 气都不带换的 谢霄硬生生憋下来后面的话 面容颇扭曲地看着 喝完了 细白的手晃过她眼前 面无表情地将碗递回桌上 惊吓沉默着扫了眼 仍将只挡住自己的手臂 朝着婉颜努努嘴 颇有些嘲讽道 陆大人能放我走吗 陆毅沉默片刻 手在袖中攥紧成拳 收回手 颓然地跌回床檐 纸截狠狠地 砸在厚重的木头上 闷闷地发着响 露出的关节隐隐发白 面上却仍是一派淡然 我走 陆大人请便 入夜 外头寂静 咬无痕 指风过树 烧得阵阵沙哑声 人惊下颇是烦闷地 从床上爬起 急腔着灌下的药汁 舒缓了腹部的疼痛 但却滚烫着 渗入她的腹脏内里 反倒是压制了心理的难堪 一想到她方才 砸上床檐的指关节 她倒是没忍住 抬了抬自己 受伤的手臂 细细端向片刻 嘴角反倒戳着苦笑 两久才微探着息 辅着那方床檐 像能感知那人的触觉般 磨缩两久才到 可真是风水轮流转 谁也没绕过谁 不知为何 有眼泪自眼角滑落 还未滴在衣角 便被她伸手抹去 来回擦拭着 泪水未歇 反倒是脸蛋不停地 蹭着衣袖口 磨得越发红肿刺痛 惊下抬了抬手 轻轻地附在腹部 慢慢感受着 心灵生命的微弱跳动 不知怎滴 许久前的那场 对话思语似的 停留在耳畔 挥之不去 陆毅 如果当了爹爹 你会不会很欢喜 当然 我会特别欢喜 有多欢喜 欢喜到想每时每刻 都与你们在一起 过往的点滴都涌入脑海 想得深了 疼痛便像锥子般 从颅骨钻进去似的 一阵一阵疼得厉害 每每疼过 便总有些平日里 不大想起来的日常 从脑海深处冒出来 他一向神经大调 从不尽那些的细枝末节 可到头来 却逼着他不断地回忆 譬如 两人在院里 目着月光 共奏陶妖 譬如两人 天天为着办案细节 你争我吵 大抵是他今日醉酒后 脑子显得格外清晰 此刻连丝毫睡意也无 索性起身 只行到窗前 想着透点气 窗外暗红色的飞鱼袍 隐在夜色中 正直直地住在不远处 对着他的屋 轻瘦面容 却看不清面上的表情 可瞧着那斜握着的绣春刀柄 上面光滑则亮 露水层层堆积 倒像裹了层寒霜 顺着剑柄滴滴汇聚而下 映射着寡淡的月光 倒是朦朦胧胧的 起了一汪清泉 今下双眸情绪复杂 倒也不急着臂窗 只摸着转身 就听耳边风声一吟 还未举步 衣袖便被人拽住 逼得他回转过身子 这心下虽烦躁 但仍耐着心 胸口处似 跳动着难言的喜悦 陆大人 烦请您 是我 谢霄滴下声 扯着他的衣袖 看看凑其脸 笑嘻嘻地跃着身子 便翻进来 是我 谢圆圆 你怎么从窗口翻进来 惊吓心神恍惚 眸子仍心不在焉地朝窗外地去 似是寻着些什么 还不是那陆毅 方才矮着身子 贴墙脚蹲了半天的谢圆圆 这才折起腰 舒缓筋骨 满脸地抱怨 她倒是想从门外 正正惊惊进来 奈何陆毅这小子 大晚上也不休息 就直直住在窗外 面色颇为复杂 还真生怕她 一个想不开 跑进屋来 和袁大虾拼个你死我活 她死心眼 万一因这晚上被你拒了 心下愤慨 跑来烦你可怎么办 袁大虾 袁大虾 一连唤了好几声 都无人应答的谢霄 忍不住顺着她的方向看去 这会儿院子清阔敞亮 连个人影都没 却也不知道 她看个什么劲 索性又大了点声 连带着挥手 换回她的注意 惊吓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院中早已无他人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惊吓正了正 勉强地回首笑道 这么晚找我何事 惊吓 跟我回扬州 谢霄拳头一握 满面红光 却仍是往常那般 一出口就惊她一跳 跟你回什么扬州 心中一咯噔 下意识地看了眼窗外 惊吓顺口就拒绝 你自个回扬州吧 得了她这话 谢霄道也不恼 仍笑嘻嘻地盯着她看 翻手从兜里 掏出叠得方正的纸张 递给她 看看这个 惊吓心中叹一声 不知她又迈得哪门子关 这才将全部的心思放回屋内 执起纸张仔细查看 正是三法司的文书 此刻心下倒不免颇为疑虑 不禁抬眸看了眼面前正 呲牙咧嘴 物质得意的谢圆圆 方道 你哪来的文书 诺 谢霄仍是迈着关子 指点着脚 探过身子 朝着指戳戳点点 一个劲地催她自己往下看 你细细看下去就明白了 惊吓瞧她一眼 面上一片担忧关怀状 却耐着性子看了下去 这下你得跟我回扬州了 袁补头 谢霄见她仍一眼探究着自己 又甚是认真的接过手 读了一遍道 这可是真真的文书 袁补头总不能不信吧 过了半晌 惊吓才悠悠地叹了口气 有意无意地戳她要害 你们弯帮 怎地离了上官姐姐 接触触招事 谢霄挠了挠头 似是不好意思地善笑了好几声 这才清清嗓子 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 显得真诚且肃穆 那就劳烦袁补头帮帮我 惊吓不答话 只瞥了眼 在一旁甚是规矩的谢媛媛 这才哼了声 似是应答 那咱们明日便上路 谢霄见她硬下来 心中颇为舒畅 脸上笑意更深 咱们正正好甩开陆毅 散散心 惊吓文言 倒是挑了挑眉 严肃地考虑了半赏 又考虑了半赏 慎重地给出一个字 走 两人此时倒是一拍即合 简单收拾些包裹 便赶着上路 依着她原本的性情 再小的是 也要和陆毅知会一声 只不过 她现今连自己都忘了得干净 知会便显得不那么重要 虽说关大一皆压死人 能不得罪 最好还是不必要得罪 可如今 她倒是先得罪自己 倒也不能怪她 先斩后奏 事业 两人鬼鬼祟祟的 顺着墙脚跟攀附而行 外间阵风吹过 院子里的树沙沙作响 暗沉的夜色 连月光都引了去 离了那暗红色的袍子 惊吓特意经过自己的窗前 无一人影 倒是地上的那小汪 会低而下的一滩水 人活着风 微微颤动 这院里都找过了吗 一大早 这院子里就甚是热闹 稀稀疏疏个不停歇 才短短一晚上 原先还昏睡着的夫人 就消失不见 这还单单不算 却连着那泄霄也不见了 岑寿急着跳脚 手上攥紧着绣春刀 悬着身子 像只陀螺般满院子的转悠来去 反倒是一旁的路易 物资附着手 面上而看不出些情绪 纸淡淡地看着 层浮满院子的探寻未果后 颇为凝重地凝了凝眉间 别找了 应是和那谢霄离了去 指着声却斜了思怅然 昨夜 他就待在这院落里 静静地守在他屋外 实在是怕他出什么事 可后来谢霄这小子悄悄地溜了进去 横竖自己再不欢喜 可瞧着他尽头倒也还甚是不错 面色颇有生机 又知他生着自个气 不愿见他 索性转身离开 不碍着他也 可千算万算没算到 他倒好 半夜就被谢霄给拐走了 曾福建自家大公子 连着谢霄的名字都脱口而出 先是一喜 可面前人的脸色却颇为淡然 像是毫不意外般 又只得一脸男色 颇有些摸不清他的心思 是喜是怒 挨过身 小声请示道 那要不要派人去找 不必 路易启唇 漫不经心地抬手制止 这会儿早就追不及了 他们 大人 不好了 吐得一声疾呼 看看止住他话头 路易偏头 瞧着陀螺般来去自如地下属 曾受仍是悬着身子 飞速地从屋里窜出 面色灰败 慌张地直直小跑向路易 这是 这是夫人留下的 他先前只不在意地 扫了眼桌上的手链 便立马急地冷汗层层直冒 连纸上写的是个什么 都未细看得明白 就一把团起 揣着胆忙闯出来 修长白皙的手指 接了过去 指垂眸触到那手链 便心中一颤 堪堪被吞下的手链 丝毫未受损 琴弦依旧干净任性 像是被人狠心顺着手腕退出来扳 上面的珠子都缩回到衣处 还未看那宣纸 路易的太阳穴就止不住扳阵阵跳动 这下似乎真的闹大了 像是知道是什么扳 他连看都未看 只垂着眸 指尖却抖得厉害极了 曾扶之那手链 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可当下明明是自家大公子 说了那般重的话 于情于理 他都没甚借口安慰 只默默地握紧了刀柄 心中颇为难耐 起料 这边还未摆平 杨月便怒气冲冲地 朝着这赶了过来 脸色难堪 想必也是没寻着他人 惊吓呢 你们 还未说完见一旁的路易 入定般地直愣着掌中的手链 薄薄的纸张 正把在一边 大洋眼间只看见娟秀的小字 合理两字正堪堪附在上头 原先还异常愤慨的语音 立刻消磨在徐然见起的寂静中 眼睛一时也瞪大了 陆毅 大洋恨得咬牙 伸手便扯回那张合理书 凭着心气草草翻看完 耐不住性子的吼了声 乔自家大公子全然没有理睬 他的打算 思来想去 曾受本着熄火的心思 接声 这 夫人一早便 没问你 大洋此刻怒火中烧 连手指节都捏得咯咯作响 却只盯紧了陆毅 不放过他丝毫 手一抬 将那合理书利落地 砸在他眼跟前 从牙缝里 硬生生挤出来几字 愤慨道 说话 陆毅自幼情感内敛 在其他人面前 并不愿意表露分毫 此刻纵然是心底有再多的不堪和疼痛 都攥紧了拳头屋子耐着 面上仍是一派淡然 愿中一时晋级 大洋恨他这般一无所谓的面色 像是与他撇了个干干净净 直冲到陆毅跟前 揪住他的衣领 怒斥道 你说你总是遗忘了他 我不怪你 可你昨晚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逼得他连夜 写下和离便逃开 和离说 在场的人皆是一愣正 连先前寻不着自家师弟的上官文言 急急抢来 抖着手草草地看完 一时间哑然 倒也不知说什么好 再是疑惑 岑府也清楚 自家大公子 饶氏不得理 他也不会逼人写和离这等字眼 见不得他汉手身子微颤 当下便急着出声 大人从不会逼迫 你们先去陆府寻寻他 陆毅神色极为淡然 这才抬着眸 看向两个下属 声音不大 却也无时无刻 不透着一股冷肃之意 大人 两人皆有些为难 脚步微顿 却愁愁着 有些不安地看向杨月 我的话没听明白吗 陆毅皱着眉头 狠了狠音 明摆着 要把两人支开 是 大人 两人一步三回头地 刚离开院 陆毅反倒是直凑着 身朝大阳迈曲 声音中含着一丝不吻 是我的错 先前他不语 杨月心里怒火直窜着 却找不到出口发泄 这回算是寻了个口 你还敢承认 杨月眼中血丝一片 星红着眼 捏着拳头 就直指一拳 揍在面前人的脸上 陆毅被堪堪打得直向后倒退去 刻在那根支繁茂的槐树下 连着腰间的绣春刀柄 都猛划过树根部 奈何没挡住力 反倒会戳入他的腰窝 死死地抵了进去 这般使得他半弯着腰 沉静的眸中 现出一丝痛楚 却只紧抿着唇不吭声 伸手扯开腰间斜叉的绣春刀 直起微弓的身子 眼神里有类似挣扎的情绪 一闪而过 大阳冷笑了声 凑过伸去 扯眼看着他 疼吗 神色间 却并不见什么笑意 面色沉得像块寒冰 他左也这般疼了一天 傅紧紧攥住路易的领口 瞧着他 眼光里没有一丝温度 我不管你适不适宜 该还给他的 一点也不能少 扬州地界的道上 半夜偷溜走的两人 此刻倒是好不快活 袁大虾 你说路易这小子 是不是得气急败坏 昨夜的那处 他不由地对今夏 肃然生出一股敬意 先是不紧不慢的你好和离 再然后吞下那手链 绝不托泥带水地塞回桌面上 当真是大侠风范 敢爱敢恨 算是吧 他一面上颇为自艺 觉得自己对于 出人伤口这块 颇有天赋 是块料子 这回定让也他 尝尝着失魂落魄的感觉 一面又觉着自己 太过于放肆 连锦衣卫头头都敢戏弄 这要是被逮回去 指不定怎么严加拷打他 谢霄瞧着他 颇为落寞的身影 心中陡然生出一丝同情 倒是堪堪压住了自己 对于挟着他夫人 在他眼皮子底下 逃开的恐惧 两人直进了弯帮 倒是压下 心思去处理文书上面 这些个纷争 这边荒无人烟的路上 几人正快步朝扬州赶去 曾福曾寿 两人回了陆府后 倒也真去寻了夫人半天 直直找到原尘氏 那也没找到他的身影 怕他担忧 也没明说 只含含糊糊的混动过去 可这原尘氏 虽是个不懂这些个 大道道的富长人家 但这些个夫妻相处 知道他还是颇有心思 眼下见陆府的 两个贴身锦衣卫 跑来含糊其词的 寻至惊吓 却连自己闲虚的面 都没见到 他颇是不放心 扯着两人 就要回陆府 几人正及及等着 陆一回府 起料一进门就见 自家大公子念上一片红肿 正物自盘山地 夺着不往府外赶 此刻皆都正愣在当场 这 我的贤婿啊 原尘是一阵哀嚎 忙不迭地 就要凑上前细细查看 满心眼里颇为心疼 这陆一生的俊俏 虽在锦衣卫堆里 摸滚打爬好几年 但这架不住老天爷赏的 这幅好皮囊 仍是细皮嫩肉 面色白皙 只轻轻一拧 就会烟红好大会儿 可这现在嘴角欲轻 面上一片红肿 虽是没破相惨重 但仍是触目惊心 再细细想着 方才那两锦衣卫 偷偷摸摸找到自己呢 说什么都含含乎 面色为难 没个准话头 难不成 元臣是上前 额头上的青筋跳了一跳 斟酌半克 这才抖着手 拉住陆一道 我这女儿 自小骄横跋扈惯了 这有时候浴室不免急躁些 爱动手动脚的 这回我一定好好说他 怎么能上手打人呢 陆一低着眸 沉默了半嗓 只略略摇头不语 肤色白皙这红肿 就越发夺人注意 倒像受足着委屈的孩子 元臣是这一看 面上一紧 又气又急 可怪不得这浑小子 老半天没敢回趟家 心里免不得又多 责骂了自家女儿几句 曾受左看右看 也不知自家大公子 现在是个什么情绪 听元臣是骂骂咧咧的没完 嚷着让惊吓出来 心下颇是羞愧 只得挠挠头 憨笑着岔开话提道 您别急 夫人现在不在这 打了人 借他十个胆子 也不敢待这 元臣是一听 更是恼怒 噼里啪啦说得更急 娘 无碍 陆一这回反倒抬着眸子 眼里似乎有未散的笑意 只拉着元臣是的袖子安慰道 今下去扬州办案了 我寻他回来便是 元臣是一听 心底更是羞得无地自容 自家女儿给人打成这样 他也不恼 还要亲自寻他回来 他这混女儿 哪来的好福气 只连连拍了拍自家贤婿的手背 眼里泪光闪闪 甚是欣慰 大人 您这 不太好吧 曾寿还是心里直打鼓 自家夫人算是替大人背锅背到底了 这元臣是对女儿 一向是毫不手软 夫人这般回来 也不知面临着什么 罪魁祸首 反倒是似笑非笑 紧了紧手腕的链子 嘴角含着深意 总好不告知实情 让他追去扬州 曾寿打了个哆嗦 干笑着恭敬应着 心下不免颇为感叹 自家大公子的厚脸皮 元姑娘快快请坐 扬州的知府 虽是个新官上任的白皮小生 但待人接物 倒是颇为客套 眼见着他两人进来 忙不迭地起身招呼茶水 举止间颇为得体温润 久闻精诚的元姑娘 年纪轻轻便已生至六扇门的捕头 知府抬抬手 眼里倒毫不掩饰的满是惊木 真是大有作为 客气 夏知府严重了 惊吓抬眼 恭敬的座衣 一派稳重 丝毫不乱 至今日 有幸借乌安帮 请来元姑娘辅助查案 知府凑过身去 面上堆着笑 颇是亲近 在下对追踪术颇有心得 还望元姑娘 指点指点我 今夏头一遭遇见 对追踪术颇为着迷的知府 心下一律 倒也客气地硬承下来 自己跑得再快 也没料到他 追得也挺快 今夏此刻憋着气 看向一旁漠不作声的人 俊俏岛还是一般俊俏 但这脸上挂彩不少 看着手笔 也是个颇为愤慨的意识所为 你这 今夏指了指自己的嘴角 努努嘴是一询问 筛的 言辞里颇为恳切 指着面上却毫无所谓 像是一丁点都不在意 甚至隐隐有种拍手较好的冲动 这可明晃晃的 就是个击打伤势 他睁着眼睛说瞎话的 本领日渐高深 明里暗里嘲讽他 路易也不恼 只抬着手 轻轻触碰了下嘴角 顾作思的痛呼了声 便轻声道 如果摔得 让你觉得甚是欢心 这借口也挺好 这则说的 倒是挺委屈难耐的 可这嘴角 却勾起一丝意味不明的笑 直盯着他 像是要把他拆吞入腹般急切 今夏哪受得住 这般眼神折磨 面上一红 只装着没看见 轻轻嗓子变道 被人打了就直说 倒也不用这般藏着掖着 甚是辱莫大人的身份 性眼缘溜溜的撞得不些 可就是绕过他的眼神气 像在掩饰着什么 路易心头颇喜 探过身子 偏要挡住他的视线 将他堪堪逼到墙角 无处遁形 蹭着他的耳垂 这才慢条丝里起唇呼气 这不是怕夫人心疼呢 后头的音微微挑起 四奶奶的叹息 徘徊在他耳阔边 瞬间红了个彻彻底底 惊吓的小脸 鼓囊囊地冒着气 一巴掌伸手推开 筛眉赤道 谁要心疼了 不要脸 自然是我的夫人 路易茨翻漫悠悠 把人推进了坑里 按着圈让他间接承认 惊吓被气昏了脑 一脚踹在面前 颇为得意人的小腿膝盖处 也不收着点力 踹开就跑 还不忘回头高傲地瞥了一眼 留在远处的人 微拱着腰 揉了揉小腿 撕着嘴角 甚是欢心地 对着逃窜的背影 勿自傻笑 如此便好 先前他来的路上 真真是心惊肉跳 生怕诗意说的那番魂话 当真惹恼了他 此番看来 事情倒还有挽回的余地 谢圆圆 今夏在房间 夺来夺去心下焦虑 虽气恼 但见他半天 也没来闹腾他 自己这心里 反倒是不安极了 索性妥着鞋 要还是给他送过去吧 捏了捏团在手里 不上不下的药瓶 上面层层的都是汗液 连口颈触的纸 都快给进了个透湿 虽说是个脸皮深厚 皮糙耐打的锦衣卫头头 可也是他 放在心肩肩上的 京城陆府大公子 打不得骂不得 借着怒气踢完一脚 不仅消不得气 他这小心肝不大 架得住良心谴责 事后挠心挠肺 是常有的事 哟 袁大虾 消气了 谢消笑他 犹豫不决地转悠来去 消气 笑话 袁金夏文言 死鸭子嘴硬 绝不松口 谢消一听 他竟然要主动 给那小子送药疗伤 立马昂了昂脑袋 刮撇过脸 一脸嫌弃地拒绝 不去 袁大虾 你别忘了 他先前怎么对你的 越说越气 连那眼里的火 都要蹭出来 你看你那手背 他可给你送过什么药 袁金夏之他好意 可现下路易 急急赶了过来 别说金创药了 连贴身紧衣卫都未带 这般受着伤也不轻 他也不想借着 他伤势落井下时 与他斗智斗勇 索性服了服 还甚是平坦的小腹 面上有些神伤 嗓音也暗哑下来 不过代替我这一出生 便被爹一气了的孩子送的药 说着还抹起了衣袖 我可怜的孩子 谢消那个酱脾气 跟他石头对石头 是硬碰不过 只得借题发挥 出此下策 鸡皮疙瘩盛起 谢消受不得他这般煽情 夹着眼泪作戏给他看 呜呜个半天也没眼泪 挥挥手指住 一把接过药瓶晃了晃 还不忘放话安慰 行了 我去给孩子他爹送去 行行行 去送药吧 见他硬下来 抹了抹并不存在的眼泪滴 今夏窜多着 把人往门外赶 可千万别说是我送的 这要是说漏了 他资格的颜面往哪摆 哪有打人一巴掌 再忙不迭地为人口填草的 他这不是明着吃饱了没事干 撑得慌 嗨嗨 还未做好万全的准备和借口 谢消被人冷不防地一脚踹进去 就见路易正诗然坐在一旁 翘着个二郎腿 无比顺畅 哪也没歪着扭着 索性撇了撇嘴 把药往桌上一地 药给你 慢着 路易喊住他 伸手颇为金贵地敲了敲桌面 清脆脆地响着声 谁给你的药 你管得着骂你 谢消仗着是自己的地盘 此刻他身边也没个 甚是啰嗦的锦衣卫 反倒放松下来 倚在一旁 抬眼俱傲道 用就是了 乌安邦可不缺药 那先谢过帮主了 路易面上并无不愿 反倒是撑着手肘 叹了叹身 客气道 此番夫人来这扬州 多谢谢帮主照拂 谢消本就对路易 有些莫名的敌意和畏惧 见他此刻 反倒甚是有理有竭的 与自己搭话 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 他谢圆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碎爽快地硬着 不客气 完全忘了要替袁大虾讨回公道 反倒心里颇为欣慰 路易对他的态度 这要是 路易摸滚打爬官场多年 稳住个谢霄 简直一如反掌 再接再厉 温生温气地询问 两人房内半天也没个声响 一旁 缩着等候多时的惊吓 巴不得整个人贴上前去 想要问个明白 眼巴巴地看着谢霄卖了出来 忙不及凑上去 怎么样 伤势无大碍吧 他用了药吗 他此刻哪里知道 这两人在里面成了什么谢够当 只顾着睁个性眼 急催促着谢霄 陆大人不愿意用药 这伤势吗 谢霄面上似有难色 连话也讲不利索 只抹过脸去 哀声叹气道 你还是自己看看吧 这腿 惊吓心里焦急 哪顾得他面上不大自然的神色 连他的称呼都未在意 只急急着便冲了进去 这腿要是真被他踢到哪 不说京城锦衣卫 从此多了个腿脚不变的头头 万一要是他退居下来 往后这路服可就要靠他一人赚钱持家 他那点俸禄 怎么攻得起自家娇生贵养 花钱不眨眼的大公子 心里越想越害怕 惊吓急冲冲地闯进屋 连他颇为潇洒肆意的坐姿都未看得清楚 一进门便蹲下身细细查看他的伤势 起料抬眼过去就见他面上憋着笑 再低头看看那只被自己踹了一脚的膝盖 正悠哉悠哉地翘着起来 甚是自意 只不过这番被自己抱着 显得尤为僵硬 谢圆圆 咬牙切齿的声音 蹭着牙缝 一字一字挤了出来 你威胁他了 没有 陆毅正正经经坐直着身 邋遢起来 不过是答应帮他处理些帮物罢了 扬州这边的曹运大头仍是归乌安邦 可近些年窜出个背靠京城势力的旁门别派 专从他们手里抢生意 丝毫不顾道义 谢霄也无奈 打归打闹归闹 可这损的都是自家兄弟的性命 这时上官师姐也无权插手 只得委托知府前来查案 探探背后虚实 陆毅还就真认识这所谓的背后势力 私交甚深 当即一封书信就摆平了事 谢霄自然是喜不自禁 客气万分 你竟然抢我的案子 眼睛下又骑又急 陆毫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陆毅汗手 瞄了一眼他不甚欢喜的脸色 放下身段妥协道 夫人既然这般生气 那陆毫收回书信便是 说吧摆着衣袖 就要摊开笔墨 袁金下被此番掉得不上不下 进退两难 这摊上官府查案 对乌安邦总归不是好事 能私下了结 自然是再好不过 陆毅此番解了这燃眉之急 以绝后患 是个再好不过的法子 算了算了 惊吓恼怒地侧着身子就要离开 这案子给你辩识 多谢夫人的药 陆毅面上含着笑 知他心思 自己有错在先 他拉不下脸来 实属正常 倒也不多逗他 只抬了抬袖子便道 夫人慢走 别写回信了 陆毅这人 你要是真跟他硬着来 他倒还真的坦然 随你意 丝毫不留情面 这点早在他 还是个锦衣卫指挥使时 他便深安 也栽在上面 吃过不少闷亏 惊吓生怕他在变卦 丢下话便迫不及待地窜走 早起刚起开着门 就见这人一身直纹白跑立在他门口 一幅翩翩公子哥的模样 戳着笑望他 副手住着 倒也不知他等了多久 惊吓瞥他一眼 客气疏离的作医 只含糊地问了声 陆大人起得甚早 就要抬脚离开 陆毅侧悬着身挡着他去处 面上一派祥和 甚是认真地接了话头 汗手道 不早 看看原补头 等了一个时辰罢了 话虽如此 倒是隐隐含这些不经意的委屈 惊吓瞥了他一眼 感情是变着法地说他起迟 让他久等了 昨夜被他一番胡闹装伤 搅得不得安生 入睡迟 早上醒得也迟了些 本就心绪烦躁 这下面上更是不耐起来 侧手挡开他颇为探究的目光 嘴角一撇道 陆大人等我坐肾 陆毅勾唇 探手过去 顺着柔软的手背摸过去一把 再回手握在掌中 不顾着他的挣扎 稍稍强硬地将人扯到自己跟前 陪夫人 两人在门口拉扯来去半天 惊吓生怕被人瞧了去 巴不得将他立马赶走 甚少见他这般厚着脸皮 平日里多是藏着掖着跟他撒娇 这回到死死攥着他不放手 此刻惊吓得气早已消了 倒也挑了挑眉 慢调思理道 夫君倒是什么都赔 当然是 陆毅挑着尾音 含糊着黏在他耳阔 什么都赔 如此这般就赔到了夏之府 赶来探讨追踪术 这些霄虽已明确回绝不必要知府插手查案 但也耐不住夏之府的求讨心切 只得带他赶来 便急着赶去处理帮务 随他们去了夏之府 这回见多了位公子紧跟在身后 只当是原补头许久未见的朋友 要他长身玉力 像个书生模样 应是不便了解这官府的追踪之术 颇为礼貌客气地提醒道 此行探查 公子还是不便跟着吧 陆毅倒也不听他言 直直朝着一旁插着腰 半天不言语地惊吓 靠贴着过去 颇为自然 无碍 有缘补头在 定能护我 这 原姑娘 夏之府扬州刚刚上任 别说没见过陆毅 就连这京城寻常的锦衣卫也没见过 官再大 也就知六扇门得不快了 可见这原姑娘 倒也未明着拒绝 一时拿不定主意 只得看向她 游着她去 我们查我们的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自己硬下来的 也只得带着身后的人 几人并排走在道上 虽便一便幅 但阵仗颇大 别说顺藤摸瓜研究个追踪术 走在街上 都格外招人注意 所幸来这长风楼歇气一番 原姑娘 听说这六扇门 你尤为熟忍着追踪一束 夏之府凑着身子挡过去套近乎 全然没故意旁脸色见黑的陆某人 诶 这位公子怎爹 两人攀谈甚欢 起料中途硬生生插进来一人 硬挤着手臂往里够 都快要给她压在墙角边了 够不着这狮子头 陆毅顺着是挤在两人中间 慢条思理坐下 抖了抖衣袖 颇为歉意 陆某听闻 这扬州的青顿狮子头 颇有名气 今日一见 便想要尝尝 奈何够不着 若有唐突还望见谅 夏之府是个心思细腻的人 想必是这位公子 从未来过这扬州 吃相仪太 不免粗忙了些 当下忙不迭地 把那盘狮子头递到她面前 颇为柔和道 无碍 公子细细品尝 诶 这个是醋溜鲑鱼吗 又声询问 打断两人的交谈 陆毅挤在中间 吃得好不欢快 还不忘舒展着胳膊 问着问哪 惊吓哪里不知道 她那点小心思 眼神正要暗示她安分点 不要又是一声询问 夏之府 这扬州还有什么 泼腹盛名的菜肴 陆某实在孤陋寡闻 夏之府刚刚新官上任 待人接物 热情又礼貌 这回认定了 陆毅是个穷乡僻壤的书生 虽长相俊秀 但见识颇短 本着仁义和原姑娘的脸面 倒也不妨为她一一介绍开来 这桌饭就在两人你俩我往 不停歇地抱菜民中结束 杨月真给你奏成这样 一大清早的 便精神抖擞的原补头 可没翻过这片 深揪个不停 恨不得咬紧她不放 哥哥 陆毅 陆大人 陆千世 哥哥都来了一遍 嗓音甜腻 白嫩嫩的小脸 愁苦到都快趴平在她的书案上了 圆补头的职业生涯中 最最不怕的就是废口舌之力 能用嘴巴就能解决的是 何必再动手动脚 打上一架 当然 她压根就打不过自家的锦衣卫头头 夫人一大早倒是神采奕奕 陆毅大清早就被缠着问来问去 倒也毫不烦躁 甚是受用这些个称呼 含笑地过去一眼 伸手便在她脸上开了一把 丝毫不理会 前方圆滚滚的小脸像个车辜鹿样 在书案上反复碾膜 揍得还泼 得劲 原今下见她 实是没有告知自己的想法 索性抬起脸 搬了个凳子 就端坐在她面前 拖着腮 开始轮番戳她伤口 越是不靠谱 越要激她 往那拆去 我就说嘛 你来扬州 可没那么简单 好啊 堂堂京城锦衣卫陆牵士 竟然假借追自家夫人去扬州 陆毅从她拖腮开始 就知道自家夫人又琢磨着耍花招 逼她就犯了 心下哭笑不得 只得撂下笔 眉眼一挑 便开口打断 夫人写得合理 也颇事得尽 眼睛下也是个见好就收的人 知这会还在乌安邦内 不得已出此下策 意在稍微要挟下某人 撬动撬动嘴巴 这下见她撂下笔 就只以见成效 立马降下声来 眼巴巴地凑了过去 下次不敢了 陆毅见前面小脸呼地凑近过来 索性也稍稍往前探了探身 替她戴上手链 凑近她 袁金夏见她指指勾勾地盯着看 想必存了心调戏自己的心思 薄面见红 刚要摔眉 就听到 夫人打算怎么心疼 耳朵连连往前侧凑去 语气也不由地恭敬起来 陆大人请明示 陆毅附在她耳旁 轻咬了口白玉耳垂 趁她还未反应过来 小声嘶语 不妨关磨关磨 这如意君转 本就被咬得一机灵的 袁金夏才将将反应过来 就听见这如意君传四个大字 瞬间抖了抖耳朵 面上烟红 忙往后退了好几步 吻了吻心神才道 你又欺负我 话已至此 却也说不下去 虽说她还未成婚时 平日里和六扇门那群大老爷们 混杂惯了 什么婚话没听过 没说过 但也仅限于 惩惩口舌之欲 谁要是真和她细细探讨一番如意君传 她必是脸红心跳的窜跳开 更别说今日千尔听见自家夫君要同她观摩这本书 怎么 夫人不是善通这书 路易反而一脸疑惑 起身朝她夺去 语气满是追根问底的意味 远捕头最怕路易一幅探讨的语气和她较真这事 脸皮在后 她也架不住路狐狸几次三番的套路 立马被逼退到门边 白手示意 停停停 我有事我先 先走了 诶 夫人等等 我还未 路易见她一幅受惊的模样 远远退后 向府门赶去 眉眼间满满的得意 却还坐视小步 紧追至门边 朗声唤她 别 以后再议 以后再议 远捕头溜地打开屋门 瞬间跑得没影 此番的事 皆因她失忆而起 自家夫人也受了不少委屈 扬乐奏她情理之中 自是不便于她明说 只得借着如意君传 打岔开话头 娘 你怎么来了 两人刚自扬州赶回 只堪堪回到府门口 便见自家娘亲 时不时探头寻人 神色颇为一律 想着怕是出了什么事 让她这般着急 连一向早出晚归的豆腐摊都不摆了 就追到这路俯后着她 你这丫头 原尘是隔开一旁乖巧站立的陆毅 一巴掌就拍上自己女儿头顶 怎么回事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 怎么撅蹄子就打人呢 一面回头指了指路易嘴角 还欲轻的伤口处 甚是心疼 你看看 怎么下得这么狠 原今夏当她娘急着找自己 有什么要紧事 可没想到 追问的是路易的伤口 倒也不争不便 连她娘指的是哪的伤口都未看清 想着是那处膝盖口 心下自是愧疚 只低着头癌训 小声念如 娘 我知道错了 路易在一旁 哪能不清楚这事的由来 倒也不急着澄清 附着手 侧转过身子 遮着面上忍耐不住的笑意 不是我说你 原尘是扯回女儿 斜眼看过去的眼神 端着她的脸 扭正回来 细细劝导 这夫妻两人就要相互体谅 娘 今夏事事撒娇 拽着袁臣氏的袖子 晃悠来晃悠去 娇憾着转着滴溜溜的性眼 咳咳嘴 你怎么都不问问 我受不受委屈 袁臣氏哪能不明白 自家女儿的心思 捏了捏她的小嘴 脆笑道 你这丫头 真要是受了委屈 回娘这 娘扬你一辈子 又顿了顿 看向自己的贤婿道 惊吓她大小 就是街中一霸 娇恨惯了 路易这才认认真真地走过来 颇事正经地回道 娘 惊吓很乖 乖 这次自打袁臣氏收养她来 就注定和她沾不上边 成天不是打架斗殴 就是寻子挑事 别家姑娘会得她一概不全户 倒是多了些生猛猛的男子血性 此时猛的一听 倒是愣住了 心下只剩感慨 可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横竖绕不着自己什么事 等会 我娘怎地知道 你小腿膝盖受了伤 这走起路来 也没歪歪扭扭啊 可能娘记错了 指的明明是嘴角的瘀青 好啊 路文渊 你再将陷害我 完结 走开